高齡80多岁老母亲 裸为诈骗集团目标 被害人儿子出面控诉 台湾恐怕成为诈骗集团洗钱天堂 而同为受害者的还有他 那我要新增钱包非常容易 用虚拟货币科技网路犯罪的洗钱 比起传统的 透过银行金融洗钱还来得容易 因为全部都是在网站 那全部都是系统组织 亲信社交网站上结识的人 投资虚拟货币的下场 短短不到两个月 一千三百万就飞了 即便检警有能力追踪金流 并和国际交易所合作冻结虚拟钱包 但因为虚拟货币定位不明 导致无法顺利扣押 把上千万钱还给被害人 民进党立委喊话要有手法 扣押对象及执行标的与方法的模糊 导致造成法院在准否申请之间 有产生疑虑 诈骗手法陈述不成 假投资用虚拟货币交易 钱一笔一笔转出去 就因为无法直接链接诈骗集团 让被害人一笔又一笔的千万积蓄 写本无归 三天轩监控性马区 这小组太被报道了